他把不开心写在了脸上 童童 童童 今天爸爸给你理发 你等一下去拿那个理发去吧 那个到了吗 到了 天呐 还给你剃抬头了 因为这个头发好不容易长起来 找到剃掉了 不过我觉得剃的应该长得快一点吧 他从出生到现在 就是一直都是这么短 我好羡慕别人家那个 长头发的样子 因为他没头发就 所以别人总说他像男生 我们家的这个发量还是蛮多的 但是就是一直都是没有很长啊 就想给他剃个抬头的话 让他快点长 我觉得我们家头型式的还可以哦 还是个小圆脑袋 童童 你的理发器到了 有点蒙然 东西 这是小林哥买的 特地买的这种婴儿的这个理发器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 这是一个理发的这个围部 然后这个就是基石 这样子的 是一个浅蓝色的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定位书 有三种 这个就是充电器 然后这是海绵刷 还有这个小刷子 先让他装着镜子先欣赏一下现在的自己 你等下就要剃头发了 等下就是光头小美女了 把这个镜子放到童童面前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这个理发的仪式感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这个理发的仪式感啊 好 铺上这个围部 你的小刷子就是 在那里抓了啊 在那里抓了啊 这个是他的开草 能不能再也不给他搞 我给他看一下 帮手铁做点纪念品啊 什么的 说实在的有油眼 有油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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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开始剃了 剃嘛 宝宝宝 你要开始剃抬头了啊 要变成小光头了 有点怕的 có 可他也有动咧 他挺老实 这个还是比我想象中好刀凝了 他也老动搞得我很怕他伤的他 猫 他察觉到了吗 然后我就这样给他剃 他很不开心的样子 好了 我有点剃不好 还是让小龙哥来剃吧 董董你好 我是本店的技术总监 现在为您服务 温柔一点 他把不开心写在了脸上 怎么这么吵 你不要剃得这么丑好不好 我都看不下去了 童童被自己吵哭了 童童我的童 她是女孩子 其实应该也剃不了几次头发的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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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童童的头发剪完了 小光德小光德 宝贝宝贝好了好了 用这个海绵扫一下 我以为很难的 觉得还比较好操作 就是头发 所以搞得到处都是 我头都剃完光德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样子太搞笑了吧 剃完头发之后 发现她头还挺白的呢 好了 你接下来就好好的长头发 然后我觉得也还挺好操作的 因为我以前 我就一直很担心会不会伤到她 但是就是还比较 比较好推对吧 然后也还蛮 比较轻便 比较轻便还挺好剃的 比较轻便